二级二十二罐 干罐子 通通拿了吧你们 WSID移动植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二级二十二罐 高坚果 然后这是一个双发射手 这是一个机枪射手 这不是三个植物吗 难道我堂堂的高坚果不算一个植物 而且这罐子五五二十五个罐子 怎么就二级二十二罐了呢 你们体育老师又得背锅了 而且这个植物这么强 这罐子里面得有什么僵尸才能打败植物啊 五王僵尸小弟都还没召唤就死掉了 高坚果僵尸也没了 而且我怀疑啊 咱们卡层里面既然有土豆地雷的话 而且还有这么多阳光 我怀疑这个机枪射手 还有这个豌豆射手 哦不对双发射手还有高坚果 我觉得都不需要他们了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就一直种土豆雷都可以了 但是我很期待这罐子里面到底是些什么僵尸 目前来看这些僵尸太菜了 盲菜一下这里面绝对有僵王博士 我去就这么几个僵尸 以我的杂冠技术 这一关闭着眼睛都能过好吧 直接看下一关 这一关呢是一个干罐子 你别说还有点神事啊 这三点水 很妙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这 我去开局一个僵王博士 这怎么玩 撑开跳 植物呢 这一关没有植物嘛 大老花 魅祸骨 全砸了看一下 有两朵大老花 三朵大老花 这一关呢是三朵大老花 那我们就要开始砸 哎呀记错了 这个位置不是大老花 从来这个位置才是是不是 这种大老花的话 我们就放在这个撑杆的后面 好吧 然后下面还有一朵大老花 放在这个角落 然后后面的话是不是这个 哎呀 哎呀在哪里去了 哦在这个位置 我去 那我先砸这个罐子不就行了吗 先把大老花安排上 再来一个大老花 三朵大老花 还有一朵在这里 哇他妈真的是浮了自己的记性 随便三条狗都可能比我的记性好吧 出门忘带钥匙 拿着手机找手机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我寻思我还很年轻啊 没到更年期啊 窝瓜来了 那就砸一个吧 再吹 哎呀还砸不死 那就吹一下 再来一个大蒜 毒一下 我不相信一个高坚果僵尸 我还打不过你了 是不是啊 嗯 那叫我就说嘛 要是高坚果我都打不过的话 直接卸载游戏 顺便还带走了一个大爷 他不香吗 现在他不是来了一个妹虎狐吗 因为江王博士在第二路 所以我们也得把妹虎狐放在第二路 这样呢我们的打工仔才有效 现在手里有个大喷 我们可以把第五路的跳跳 先给解决掉 又来了一个窝瓜 这个窝瓜我看一下啊 可以把这个投资车给搞掉 来吧你来 又来一个妹虎狐 那我们又多了一个打工仔 这些小僵尸罐子 其实都是没什么难度的 我们主要是为打江王博士 要提前做好准备 然后我们可以先用辣椒 把一路的撑杆给搞定 这玩意物点的话 有可能容易吃息 我们要把一切的可能扼杀在摇篮中 我觉得现在咱们植物已经够了 来吧 把这两个小丑给炸死 哦 nice 完美 现在呢我们就要尽快的把这些小僵尸罐子 全都消灭 然后就摆好阵型 迎接江王博士的到来 毁灭菇 那就来吧 把这些小僵尸全都消灭 等这个泵极江苏下来啊 直接全砸了 然后再来一个辣椒算了 OK 好的 现在呢我们就尽快的做出阵型 迎接江王博士吧 当大老花掉落了一个火把辣椒 说实话 我真的不想让它消失 所以江王博士你来吧 三线也来了 哇 这个辣椒可能卡不住了 三线我也不想让它消失啊 来吧 那就用了吧 三线快消失了 这个三线呢 放在第二路 好 获得一个打工仔 毁灭菇也来了 这个毁灭菇可能等不到江王博士下来吧 那就 算了 让它消失算了 我们第二路呢 就有一个三线啊 第二路没有放太多输出性的植物 因为我们二路需要打工仔 这个僵尸 这个僵尸可不能让它 吃到我们的魅火菇啊 你一个残血的僵尸 你配吗 你配吃魅火菇吗 发芽发芽放一下算了 这个路障僵尸啊 这个路障僵尸可能要吃到魅火菇 啊 也行吧 也行 没办法 江王博士应该快下来了啊 真的来了 看他吐什么球 这个大嘴花 哎 大嘴花放到最后 他不咬人的吗 高坚果 是一个冰球 直接把它削掉 这玩意儿没难度啊 有手就行啊 江王博士第一波下来 再冻结一下 看了没 我没有放这个带火焰伤害的植物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寒冰菇是有用的 哎 我们的打工仔怎么少了一个啊 只有一个路障了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普通僵尸的 江王博士下来第二波是一个火球 直接冰冻 然后再用樱桃 炸它一下 然后再用辣椒炸它一下 哇 江王博士直接被我们打成残血了 哇 这太简单了 有手就行 没难度啊 完全没难度啊 而且我们的打工仔 哇 这个车 这个车 哈哈 没张眼睛吗 我的大老花在什么地方 你没有树吗 我巡视江王博士再下来一波的话 我们用一个辣椒 应该就有了 投石车 冰车 无所谓 只要我们的大老花在 一切就有可能 这一关对于我欧皇来说 太简单了 江王博士怎么还不下来呀 哎 等等这个 这个冰车 我去这个冰车 这个冰车怎么开这么快啊 我去我的大老花没了 辣椒辣椒 拯救一下 三线射手 啊 不是吧 我被一个冰车搞没了 啊 哇 他妈 这杀掉冰车 对不起 这把我真的拿了 我是猪哥 别忘了关注 下期再见 开局啥也没有 这不是有这么多罐子吗 怎么能说啥也没有呢 咱们直接打开植物罐 这 又骗我 怎么全是僵尸啊 我就不信没有植物 好家伙 这还是植物大人僵尸吗 都不给植物了是吧 这右下条的罐子 你别跟我说是江王博士啊 哎呀 僵尸进家了 来不及了 我有预感兄弟们 这里面肯定是超强的植物 起码能解决掉巨人僵尸 哎 这前面还有隐藏罐子 是个白眼巨人 终于要砸了兄弟们 咱们顺便记一下其他僵尸啊 哎 怎么是小丑僵尸啊 还是个魅惑小丑 刚好把白眼巨人僵尸给炸死 拿到卡片 让我明白这一关怎么玩的啊 不吹牛 咱们三把之类 避过 直接砸出隐藏白眼 两个魅惑小丑 直接带走完眼 拿到卡片 这这这把不算啊兄弟们 这把属于自然灾汉 哎 樱桃 这不就要一把过了吗 来吧 这阵容兄弟们怎么输啊 我闭着眼睛玩都能过 哎 这里怎么有个隐藏罐子啊 立马这里怎么是一个红眼巨人啊 这还玩个灯啊 不慌不慌 咱们还有两次机会 这下给了我一个仙人掌 不管什么植物 只要能打过选小羊尸小队 那就是好植物 哎呀 终于等到一个樱桃 那咱们就直接开呗 不要开多了兄弟们 开四个就行了 还算不错 有两个冰瓜 有双发和西瓜的话 咱们可以把第一路给解决了 当然隐藏罐子啊 红眼巨人僵尸就不要去惹他了 OK啊 这时候又来一个樱桃 咱们先冻结一下 啊 这个樱桃怎么办呢 下面八个罐子 全是红眼巨人僵尸 包括上面一个隐藏罐子 就我们这些植物 怎么可能打得过红眼巨人僵尸呢 来了一个元素菇 看看有没有机会吧 大爷给个好植物拦一下巨人 这 这是沙雕姑他爷爷的奶奶的爷爷的兄弟吧 巨人僵尸马上丢小鬼了 这个位置丢的话 玩个鸡毛啊 你别说啊 这一关 有九个红眼巨人僵尸还挺难打的 玉米投手可以放在一路 这巨人僵尸必须得来些针对性的植物啊 哎 这不是黄油投手吗 兄弟们 那咱们可以直接放在第五路了 樱桃咱们还是炸老位置 来吧 现在的话 五路可以先开一个红眼巨人僵尸先打着 有了黄油投手 五路的四个红眼巨人僵尸 我倒不是很怕了 哇 这铁门僵尸差点把我的玉米投手给反弹没了 现在打一个二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后面是一个橄榄球僵尸就可能打不过了 四路还有一排红眼巨人僵尸 我们还目前没有办法了 最主要是一路还有一个红眼巨人僵尸 这样一来的话 感觉输出不够啊 咱们先把其他的小僵尸罐子打完再看情况吧 哎呦 我还以为你这么能扛呢 还剩200多血了吧 又来了一个优步投手 这怎么玩吧 哎 哎等等 这魔术吞 好像也没东西可以吞啊 咱们黄油投手只有一个 现在人家正在工作呢 魔术吞咱们还一直留着呢 没办法了 吞个玉米投手到第四路来吧 对吧 毕竟咱们卷型菜和这个碎片樱桃得用呢 碎片樱桃直接先把小僵尸给炸咯 Fuck you 怎么还有个冰车啊 有冰车就算了 碎片樱桃还能被绿吗 我记得碎片樱桃是不会变绿的呀 不过咱们这叔叔好像是可以守住的 啊 两个历史草 你是让我给僵尸加血吗 大爷来个好植物呗 路灯花 路灯花只能放在第五路了 用处不大呀 兄弟们 虽然黄油投手能打第五路 但是黄油投手打巨人的话 巨人是不丢小鬼的 相当于咱们少一张卡牌 你大姨妈的二姑父的三叔公 我刮了这么久 你就给我一个荷叶 不行啊 兄弟们 咱们得想想办法多来一点卡片 还好诸葛比较聪明 想出了一个办法 等前面这个巨人僵尸 还剩两三百血的时候 咱们砸出后面一个巨人僵尸 让后面一个红眼去扛黄油 让咱们前面这个巨人僵尸 去丢小鬼 这样的话就能多拿一点卡片 没办法 最近手头比较拮据 一张卡片我也要 赶紧丢小鬼僵尸吧 给了一个地刺 又给了一个毁灭菇 这毁灭菇意义也不大呀 兄弟们 咱们先拿到手里面 看看这个巨人僵尸怎么说 差不多了兄弟们 这毁灭菇肯定要炸一个红眼的 来了一个猫尾草和幽木头手 哎呀喂 现在只能看这两个玉米头手 给不给力了 毕竟有鹿灯花的加持啊 黄油呢 一发黄油都没有吧 赶紧来一发黄油 终于来了兄弟们 果然是求生玉啊 我就说是求生玉吧 活生生的把幽木头手 给救下来了 虎口夺食啊兄弟们 太危险了 有鹿灯花的加持 两个玉米头手 几乎可以当一个黄油头手使用 小鬼给了一个地刺网 放在这里 哎这下稳妥了 又来一个猫尾草 给了一个玉米头手和碎片樱桃 来吧 接着打 然后这里的话 趁碎片樱桃第二次炸的时候 把后面的红眼给砸开 哎我们这输出 打这两个红眼应该没问题了 阳光菇 路人花又来路人花干嘛呀 完了我们还有一个巨人僵尸没打呢 小鬼给了一个双头射手 巨人给了一个置换菇 就咱们这输出怎么打最后一个红眼巨人僵尸啊 没办法了 只能砸了兄弟们 就看这个玉米头手给不给力了 千万不要让巨人再走一格 再走一格的话 这巨人丢小鬼就直接丢进家了 这玉米头手可以呀 兄弟们 直接马上丢小鬼了 这个为止丢小鬼还能为我们提供一张卡片 可以 应该是丢不进家的没问题 给我来个地势王呗 那家 那直接过关了呀兄弟们 我又再一次 守住了诸葛的三把 币国定律 从开始啥也没有 到腰肠万贯 靠的 不仅仅是努力 江王博士被推翻以后 小僵师们开始争亡争霸 其中以高坚果僵师实力最为强大 成为新一代僵师中的诸葛王 前任江王带着心腹找到诸葛 企图和诸葛联手平息僵师界的暴乱 僵师大战 一触即发 这一关的名字就叫一触即发 是谁呀 这么大的牌面 卡槽居然有五十万阳光 三寒冰三辣椒 我们先看看情况 这里有个植物怪 我立马 魅惑的江王 那上面是 诸侯王高坚果 他也放僵师 我也放僵师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小僵师们一军突起 还喊出那句口号 王侯将相 另有种屋 僵师界 正在发生一场 前所未有的叛乱 高坚果发动技能 狂暴 僵师直接一手 背叛的背叛 将所有僵师 全体魅惑了回去 我们必须要联合江王 镇压诸侯王 防止天下三分的局势 高坚果僵师 发动技能 永恒 一方僵师 暂时获得无敌的属性 我方僵师 正在逐渐溃败 看江王博士 如何反击 江王博士发动了技能 二爷的反击 但是高坚果 马上发动了 混乱的连弹 天呐 我们找不到僵师的本体了 没事 有诸葛在呢 诸葛发动了技能 虾妈碰上死耗子 但是高坚果僵师 马上又发动了技能 空军支援 一大波僵师 正在来袭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之中 高坚果直接来了一张 晨夜降临 皆不可见 天呐 我们所有的植物都睡着了 这可怎么办 会不会有小狗僵师想抽家 这怎么可能 高坚果僵师 直接发动技能 光恒世界 从黑夜 到了白天 我们看一下这高坚果 到底有多少血量 总共35万 现在还剩29万 现在的僵师 动不动就是几十万血吗 没有几十万血 都不好意思称王啊 难怪这些小僵师 不服江王的统治 我一个三十几万血量的僵师 凭什么听你 八万血江王的号力 这一关是不难的 兄弟们 如果只有江王 肯定打不过高坚果 如果只有我猪哥 也肯定打不过高坚果 但是我和江王 合动连横 就能以弱胜强 高坚果僵师 今天你逃不了了 时间来到晚上 高坚果僵师 发起了坟墓突袭 可以看到 高坚果僵师已经受伤了 掉落的植物虽然很多 但并不是每一个植物都有用 我们后排 最多两台的输出植物就够了 前面得放上防御植物 有灰镜 咱们就用灰镜 其余的交给江王博士就行了 毕竟上一次 我帮江王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五辆车 全程一旁看戏 当时我就很不爽 这一次我和江王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僵师界乱不乱 江王说了算 植物界乱不乱 诸葛说了算 天下只能两分 不能三分天下 高坚果僵师 你违背了天道 必败无疑 我们再看一下 高坚果僵师的血量 还有 17万血 刚好打了一半了 兄弟们 哇 没想到 不得不说 我和江王博士 联合起来是真的强 高坚果僵师 已经断手了 兄弟们 看来他的血量 已经不多了 呦 可伤得了我分毫 这个时候 高坚果僵师 也明白战场的局势 但是已经晚了 诸葛直接遭毁天灭地 加空间冻结 有很多人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帮江王博士 其实我是为了 消耗僵师的占领 欲棒相争 拥得力 只有僵师弱了 我植物家族 才能强大起来 我植物家族 必将千秋万载 万事延续 可以看到 双方的僵师兵力 已经不多了 空头的僵师 也不多了 说明双方的兵力 即将消耗殆尽 这不正是 我想看到的结局吗 这一招 是诸葛的杀手锏 此乃 驱虎 吞狼之计 这 就是你的断头犯 哈哈哈哈 你有别 好的 我是诸葛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关太离谱了吧 这卡槽就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没有一个植物是看得上眼的 而且又是全民官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来吧 看一下什么情况吧 你不会又全都是僵师吧 我的天啊 诶 中间有一个机枪射手 但是这有什么用啊 都没地方中 而且僵师全部都一起出来 这 这无解的吧 哇 没想到 等等 卡槽里面的植物 我们看一下啊 时光倒流 难道是利用历史草 让僵师时光倒流 我们来试一下 历史草会把所有的僵师 吹向右边 但是会恢复至满血 那这样的话 历史草的冷却时间 也跟不上啊 诶 卡槽里面 好像没有冷却时间 哦 我懂了 我懂这一关什么意思了 咱们利用僵师 走过来的空档时间 先把前面能干掉的僵师 咱们先给他干掉 当然目前巨人僵师 我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先把橙杆跳僵师干掉再说吧 有一个寒冰箍 咱们再吹一下 但是 我看一下啊 这个寒冰箍 诶 我们还有魔术存事者 我忘了 咱们把这个机枪射手 躲到其他路不就行了吗 先把每一路的橙杆僵师 先给打掉 那这一关不就有手就行了吗 兄弟们 来了一个地刺 好东西啊 咱们先把冰车僵师给扎了 向日葵 向日葵就没啥用了 咱们先把这橙杆跳僵师套路一下 然后用魔术存事者 把机枪射手再换一路 五路已经没有橙杆跳僵师给我们打了 诶 来了一个窝瓜 我此刻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之前我们在最强防御那一期有提到 被绿的窝瓜 巨人僵师是砸不到的 近乎于无敌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窝瓜 绿在山路呀 这样山路的巨人僵师就走不过来了 现在应该全是巨人僵师了吧 除了这个冰车 诶 我怎么好像在五路看到了二爷的豹子啊 那如果巨人僵师中间有小僵师的话 这个窝瓜就没啥用了 因为无敌的窝瓜只对巨人无敌 小僵师的话还是会吃掉他的 所以呢 我把所有的植物都挪到了第五路 然后配合咱们的这个窝瓜 先把小尾僵师打出来再说 但是这里有一个二爷 先把二爷的豹子打掉再说吧 准备要吹一下啊 这个二爷有点厉害 哎呀 好厉害呀 这个二爷 不是吧 还好打掉了 那现在不就行了吗 有二爷在这里面好恐怖啊 哦 还是个欧皇窝瓜 哇 那这一把的话 就太爽了呀 兄弟们 那这样的话就赢了呀 兄弟们 咱们把每一路 哎呦 这个植物来的好多 还有土豆雷 那咱们先把第五路打干净再说吧 辣椒 哦 辣椒消失了 消失了就消失了呗 现在我不缺辣椒了 二爷又解封了 我听到了 二爷快跑出来 哎 二爷出来 两个二爷我缺 那这样的话得一直吹了呀 哇 那这样的话 三个二爷吹起来跑起来了 怎么办 赶紧把西向射手楼到第二路 把二爷打一下呀 这二爷跑起来的话 咱们没机会操作的 啊 死掉一个二爷 还有两个二爷 有机枪射手在 这个二爷应该跑不过来 三叶草 那就再吹一下 哎 现在你就跑不过来了吧 平时我感觉二爷挺脆的 但是在这里感觉好肉啊 我一直在用历史草给他加血 但是没办法呀 那现在的话就好多了呀 咱们有减速的话 就可以让巨神将士 丢出小鬼刷卡片了 你看又来一个窝瓜 这个窝瓜 咱们就直接把山路给做没 无所谓了 你现在来什么植物都无所谓了 现在我们的伤害已经够了 一路还有一个二爷 吃不掉他 咱们再吹一下啊 先把二爷的豹子给打掉 二爷赶紧过来啊 二爷是最大的隐患 这些巨神将士 已经不可能再吃鞋了 我看到了猫尾草 那这一关就不可能再输了呀 又来了一个土豆来 咱们直接炸一路 一路不是有二爷吗 来点挑战性的吧 哎 二爷 我直接冻结 哎 被嘴哥给吃了 我记得狂暴二爷 是不会被嘴哥给吃的呀 二爷都被我们打完了 那这巨人将士怎么还不投降啊 你这是皮痒了是吧 不打你你不舒服 又来了一个樱桃了 就结束了呀兄弟们 我的天啊 还有三个窝瓜 那我们就直接拿下巨人将士 见识到我时光道路的厉害了吧 好的 我是猪哥 也没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哟 厉害了兄弟们 有人向我发起挑战 他说一千阳光 选两个植物 三分钟之内打一个将王模式 掉两张卡片 禁用隐藏植物 这不可能嘛 三分钟怎么可能打过一个 无名版的将王博士呢 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记录 有三分十六秒 那我就不服了 说什么也要挑战一下 两个植物的话 我认为猫威草和辣椒 是最合适的 功能性最强 傻子都知道 这两个植物是最好的 猫威草可以全场的攻击相失 然后辣椒的话 可以消灭冰球 也有概率可以消灭火球 但是我觉得吧 无名版的将王博士 本身就非常难打 即使在掉两张卡片的前提下 我觉得三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呀 不是我变得不够自信了 兄弟们 我只是理性的分析一下 说实话 我还真的不太相信 你这个三分十六秒的记录 是不是骗我的 将王博士第一轮下来呢 大概是在一分钟左右 相当于我们挑战 将王博士的时间呢 只有两分钟 前面一分钟呢 基本上是给我们的发育时间 能不能打过 基本上是在看 前面一分钟的发育情况 很显然啊兄弟们 这一把发育不良了 等将王博士第三次下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两分半 相当于我们必须在这一波 给将王博士给打死 但是你们看到了啊 血量的话 还有六万八呀兄弟们 六万八我拿什么打呀 而且他吐完球之后 马上就要回去了 代表我们这一把的话 就挑战失败了 我很好奇 你这三分钟是怎么打的 我真的不太相信啊 那么这一关的话 肯定是要和将王博士比伤害的 不能打持久战啊 所以我带了机枪加火炬 带寒冰箍和辣椒 一定是持久战兄弟们 完全不推荐 来了两个双发射手 还可以啊兄弟们 赶紧把火柱组装给安卖上 这一把的话 就看豌豆家族了 如果有幸 咱们能种上三个火炬 三个火炬 可以把豌豆的伤害 提升到最大化 那么我认为是有机会 可以在三分钟之内 打倒将王博士的 老规矩啊 将王博士差不多在第一轮 一分钟的时间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轮能打多少伤害 这下咱们拿到了第四王 将王博士最大的科兴就是第四王 他会延缓将王博士的行动时间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打出很高的伤害了 第一轮 应该是可以打到 多少 六万 六万五回去了 还好他把球都带了第五路啊兄弟们 咱们豌豆家族是一个都没有损失 还不错 第一轮打了一万五的伤害 现在时间呢 刚好还没到一半 只要咱们在第二轮之前发育的更好 那么将王在第二次低头的时候 咱们有可能会直接的干掉他 如果干不掉的话 三分钟之内的时间 将王博士应该还会低下头 这么早又下来了 咱们还没拿到几个好食物呢 行吧行吧 看这一轮能打多少伤害啊 如果这一轮能打到三万多 四万以下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来了两个路灯花 没啥用啊 将王博士啊 又把球出了第五路 这把是天赤良机啊兄弟们 咱们把后面胆小姑铲掉啊 路灯花增加一下攻速 将王博士马上要回去了 我觉得我们的输出还是非常可以的 兄弟们 现在两分钟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将王博士应该还会下来两次 刚才我看了一下 还有四万四的血量 还是有点机会啊 四万四的血量有点机会 这下不亏啊 只偷走了一个植物 多来点小僵尸啊 这是一个巨人僵尸 这个位置的巨人僵尸 我们是没法处理的 什么情况 又下来了 你才放一个巨人僵尸又下来 你这样搞的话 很明显是针对我啊兄弟们 现在终于血量是三万以下 四万以下了 但这个巨人僵尸 我们没法处理了 现在时间呢 也是到了两分半 这一把 不会这把 我们能打过吧 这个小鬼僵尸 还有两万多 还有一万多兄弟们 还有一万多 但是小鬼僵尸已经进家了 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这一把完全是江王博士 不会玩了兄弟们 这一关呢 后面我还用了很多种方法来尝试 比如说咱们用这个冷却块的植物来打 沙雕窟就是其中一个 配上路灯花 这个高额的输出还是不错的 待会咱们拿到其他植物 享受一下路灯花的攻速加成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错了兄弟们 这一关我觉得啊 现在我断言了兄弟们 这一关三分钟之内啊 绝不可能过的 绝不是我菜 或者说我运气不好什么的 我已经打了很多次了 不可能每一次运气都不好吧 反而我的运气特别的好 但是三分钟之内啊 绝不可能 你们认为三分钟之内能打过吗 反正我是不相信 今天就算是他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亲自来了 我也说这一关 三分钟之内无解的 都打到这个地步了 我也是时候该找坐着 掏心掏肺的交流一下了 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那么好的 我是猪哥 点不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还没进游戏呢 就看到了江王博士 僵尸传送带和真哥 那么这一关的话就很明显了 依靠真哥开局打僵尸 拿卡片 我们开启僵尸传送带之后 僵尸传送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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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下的那一列 就是第九列 好像是不可以使用的 不知道这是特性还是bug 那我们第一个植物 掉了一个荷叶 完全没什么用 现在我们只能祈求 他来一个好一点的植物了 嘴哥 那么嘴哥的话 在这一关咱们尽量呢 不用他来欺负江王博士 因为这是没有挑战性的 来我们继续刷卡片 我突然发现传送带里面的僵尸好坑啊 普通僵尸的暴力 哎呀 等等啊 来了一个樱桃 让我们全部把这些 能搞定的僵尸全都放下来 还有一个跳跳 这边还有一个铁桶 来直接搞定 我却不是吧 全是卷心菜头手 也行吧 有种比没有好 这运气确实有点差了 江王博士终于下来了 第一波 哇 这些植物掉的是真的差呀 卡船里面 已经四个巨人僵尸了 我们肯定是不能用他 来刷卡片的 大鹏菇 现在有大鹏菇的话 也还好吧 我们可以刷路障了 因为这个刚才我就说了 僵尸是放不到第九类的 我们第九类 不管是植物还是僵尸 不知道是不是bug啊 放不过去 所以我只能放在第八类 看见没 放不过去 这个土豆来守住第五路吧 哦 现在我们终于是有一个猫威草 输出高一点的植物了 这一关说实话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运气也太差了吧 我们继续刷卡片啊 不是你把球突在第五路 我刚说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输出高的植物 不是我怀疑你在我这里阿兰监控 来了一个三线射手 大老花 大老花还可以吧 好这是江王博士第三次下来了 现在一路有一个冰车 五路有一个巨人有点麻烦了 看看江王博士把球租到哪一路吧 租在第四路 还好吧第四路咱们的植物 也不是很亏咱们到了花还战啊就有希望 这个巨人僵尸得把它搞定 丢小鬼了 哎猫威草来了 猫威草来了咱们把它放在第四路 猫威草是一个好东西啊 真哥 真哥放第三路吧 能不能来一个打公仔啊 我们这一把怎么一个魅惑姑都不掉呢 就很奇怪啊 真的很奇怪 哎 我怀疑这玩意是一个声控游戏 三爷上吧 很可惜啊 不是一个二爷 要是一个二爷的话 直接就宣布游戏胜利了 江王博士第四次下来 这个土豆雷 放在最后面 万一二爷发疯了 我们打不过 好有南瓜头那没问题了 球突在了第五路 问题不到 现在江王博士才嘴唇 裂开了一点点 好不容易 鼓梯僵尸给我掉了一个加龙炮 我发现这加龙炮有问题 你们看到没 那只能把它铲掉了 这个加龙炮 它的这个玉米 它不闪烁 你们没有发现吗 这个加龙炮放不了 有bug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现在我们勉强还撑得住 这个加龙炮不是第五次下来 哇 这个火球就过分了吧 不是吧 这个大爷我不会拦不住吧 没事 我们有一个土豆雷 土豆雷 哇 刚好啊 还好大爷跑得快 和这个火球一样的速度 要是他走的慢的话 完了我的大老花又没了一朵 麻烦了 一吃啊两个三一炒 这一把就怎么回事呢 这一把这把运气怎么这么差呢 要的都是些啥玩意儿啊 现在又来一个巨人 麻烦了这个巨人你别说 这两个巨人挡不住就算了 现在江王博士还放了两个二爷 这一把我该怎么打呀 其实这一把运气的话没什么关系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僵尸传送袋里面 捕僵的概率太低了 导致我们开局的这个真哥 拿不到多少卡片 后面的话没有多少植物 就肯定是挡不住江王博士 挡不住这些小僵尸 哇没想到最终我还是通过了这一关 那么最后我是怎么通关的呢 在用传送袋打了很久之后 发现打不过 然后我把传送袋给关了 把卡仓里面换成了普通僵尸 这样打起来的话就轻松多了 最后我们成功的拿下 向王博士 好的我是猪哥 给你们观众 下期见 本期我们玩一个什么呢 欧非鉴定 这还用鉴定吗 我肯定是欧啊 这一关呢是通过发芽来获得一个随机植物 实不相瞒 我今年的运气特别的欧 看我直接变一个好植物 这 这不可能啊 肯定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再来 没到你啊 这今年才刚开始呢 难得我的运气就用光了 还好来了一个嘴哥 这一关有四面骑士 可以说非常的长 不过也印证了那句话 有的人是一时的欧皇 而有的人是一时的欧皇 嘿嘿 兄弟们有了加龙炮的话 那我总该是欧皇了吧 那这一关不是游手就行了吗 然后我发现这一关传送袋里面除了发芽还有樱桃 那有樱桃的话飞球也能打过这一关啊 趁现在僵尸还没有大举进攻 那我们先多变一点好植物 后面没用的植物呢 咱们该替换就替换一下 马上一大波僵尸发起进攻了 咱们卡槽仅有的两个植物 一定得留好 路灯花周围的玉米投手我感觉挺亏的 咱们给他换一下 来吧 来个好植物啊兄弟 哎我就说我今天的运气特别好吧 那两个玉米加龙炮的话可以闭着眼睛完了呀 兄弟们 那就直接开炸呗 我们还有一个玉米加龙炮等下一波将是刷新 来了 那就炸吧 我们还有这么多樱桃呢 那这一关也太简单了吧 不愧为绿色关卡 哦刚才忘记说了 卡槽里面除了发芽和樱桃呢 还有墓碑啊 只有三种植物 冰车来了我去 咱们的加龙炮冷却还没好了 不能让他把我的机枪射手给绿了呀 樱桃 樱桃必须等冰车往前面走两个之后才能炸 不然的话樱桃也是会变绿的 哎呦小偷把我的胆小姑给偷了 正好咱们不想要他了 五眼巨人僵尸也来了 上路有一个铁门僵尸得注意一下 铁门僵尸除了人反弹豌豆家族 除子弹以外还能反弹猫尾草 还有像胆小姑之类的子弹 所以咱们一定得注意一下 胆小姑被偷走之后咱们再补一个 比他好百倍好千倍的植物 哇去好家伙又是加龙炮 实不相反各位 2022年是我的幸运年 哎呦我的樱桃 没关系 这把我们有三个玉米加龙炮 避过 那就来吧 这一波僵尸打完之后呢 我们就到第二面骑士了 这第二面骑士没啥好说的 植物被小鬼吃了 就及时的补上 注意一下 铁门僵尸和冰车僵尸 这一关就没问题了 想吃我炮 小伙子 你想啥呢 我发现这个版本啊 就这样 第一面骑士之后呢 僵尸就会源源不断的来 完全不给你爽息的机会 哎呀这小鬼丢我加龙炮脸上了 赶紧炸一下 我去被吃掉了 这小鬼太可恶了 终于到了第三面骑士了 这一面骑士我们一定要挡住 这一面骑士挡住了 咱们就赢了 因为咱们还有小堆车啊 是不是 哇这小鬼僵尸太恶心了 只能用加龙炮给炸掉了呀 加龙炮炸一个小鬼僵尸 太亏了 哎呀 四路的铁门 得炸了得炸了 不好去 冰车也来了 没事咱们有银塔 哇巨人僵尸投在这里 你完全不把我当人啊兄弟 完了小堆车没了一路 冰车也来了 我们也不敢扎呀 一路有二爷 这城堆跳僵尸 他要跳我加龙炮了 哎呀樱桃就被捋了 这一关怎么会有二爷这种东西呢 这一关是没有二爷的 我记得 难道二爷是刚才那个宝库闪僵尸给投的 我去樱桃被铲掉了 一路有一个二爷无解了呀 一路必定丢车 这一路丢车之后 二路也挡不住了 我去 五路还有红眼巨人 这第三面骑士也太难顶了吧 完了呀兄弟们 一路的铁弹僵尸来了 我们没有植物可以拦住他的 难道开局的运气都被我用完了吗 不对呀我是永久欧皇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铁弹僵尸过来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耶稣保佑快来相救 这一关无解的吧兄弟们 不是我吹牛啊 第三面骑士根本没人能挡住 我不相信真有欧皇能过这一关 除非你们爱的给我看 好了我是猪哥 点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